台湾海军司令唐华传出在本周访美 除了参加夏威夷印太司令部的一个军事仪式之外 还将到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来参加一个会议 并有可能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弗兰切特也举行会面 台湾海军司令唐华访美正好是在美日非三国领导人即将举行 首次的历史信三边峰会的前夕 因此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台海情势的身高还有中非海上争端不断加剧之际 美日非再加上台湾是否正在加强所谓第一岛链的联防战略 美台之间的军事情报合作是否更上层楼 印太地区的合纵连横是否能够有效的嚇阻中共的军事行动呢 时大谈邀请哪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位是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的主任廖彦芬主任 廖主任再次欢迎您 另一位是军事方面的专家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林颖佑博士 林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 廖博士好 好的 非常欢迎二位 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持续在 美国之音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的观点 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 那么下半场我想先请教林颖佑教授 您怎么看刚提到台湾海经司令唐华 据传本周访美的这个消息曝光 美台的国安官员当然是不予置评的 但有专家指出唐华这次访美是 在美国联合岛屿防御概念的计划的一部分 那么根据你的了解 唐华此行在美国会参加哪些活动 能不能跟我们也介绍一下 这个所谓的联合岛屿防御概念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林教授 首先我们先说的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 唐华他这一次前往美国 其实会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意义 那这些意义是这些意义的一个差异点 主要是会在于现在的话 对台湾的海军来讲 我们即将这个可能拥有一个潜舰的 一个新的潜舰的战力 那相对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潜舰跟过去的潜舰 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实力上的一个差距 所以其实今天对台湾台湾来说的话 我们有了这个新武器 但是要如何让这个新武器 不管是在教范训练的方式 甚至是战术战法上面 如何让他可以与时俱进 这一点有可能是这一次 我们说这个唐司令他前往美国 很重要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原因 互动的一个互动的一个主要的工作 那同样的今天的话 也会要了解的就是 在经过2022年中共对台的这个大型军演之后 接下来美国的一个太平洋的一个 或者是我们讲西太平洋 或者印太的一个战略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打算 或者是有怎么样兵力的转型跟发展 这一些其实也是接下来 就台湾海军来说 他必须要跟国际去接轨 那是不是有办法去透过这一次的一个行动 这一次的一个访美 去更加的深入了解 我上述所提的这些事实 这一些应该都是他的工作 那当然也有一些分析会是指出说 会不会这个是给台湾 接下来有可能会参加RIMPAC 环太平洋演习来做一个铺路 那自己目前来看的话 能不能去参加或是用观察员 这一点可能都还是有待观察 但是能够去多先了解 可能这一次RIMPAC的scenario 这一次的想定是什么 这一点对于台湾的 接下来要举行的汉光演习来讲的话 也有可能是先去进行一些 情报上面的交换 或者是透过美国的一个新的一个战略 是不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岛屿联合防卫的计划 这一些的一个概念 是不是有可能会应用到 接下来我们讲5月开始 即将台湾要展开的汉光演习 是不是这两边都会有一些 相同的可能或者是集中的应对 都是可能这次防华 这一次防华防美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至于就现在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岛屿的一个相关的防卫的话 主要来看就是我们可以看说 美国的它从韩国到日本 甚至是到琉球 以及一路到菲律宾 现在美国在这里的一个军力的一个展示 或是新基地的一些 新基地的一些设立 这一些其实都会去影响到 美国在这一方面的一个战略的布局 那现在来的话 我个人会认为美国在计划的同时 它也是与时俱进 会透过一些跟菲律宾也好 跟日本也好 这些联合军演来去落实它的计划 那最后的成果会呈现在 接下来的REMPACT的一个 实际的演习当中 好的 感谢林颖佑教授的分析 我想请教赖叶芬主任 您怎么看台湾海军司令唐皇访美 现在很多人认为说 这时间点怎么刚好是 这个下周4月11号 美日非三国领导人要举行 史无前例的三边首脑峰会之前呢 那么究竟这个峰会的意义和举行的背景为何 第一岛链 大家讲说是这个日本 菲律宾还有台湾嘛 这三者之间如何去加强联防 来应对中国的军事行动 您认为台湾在第一岛链当中 现在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请教廖主任 感谢主持人 感谢大家 我先补充一下好了 有关唐华访美此次行程的话呢 基本上美过去的台湾司令呢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间访美 那只要每一次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呢 有交接的部分的话 台湾海军司令都会参加 那基本上也都会和CNO 也就是作战部长的部分进行会面 那这次有趣的部分是消息来源是从路透社出来 以往基本上都是从台湾方面出来 而且消息一旦出来之后呢 AIT在台湾方面呢 反而没有进行任何的反驳 反而是不置可否 所以那这部分是其实是比较有趣的 为什么大家都不想要针对这个做反应 那针对第一岛链的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这次有趣的部分是印太司令部他们的作战概念的话 其实是未来到2030年左右作战概念 在印太地区是分为四个不同的cluster 不同的群集 那菲律宾群集跟日本群集 就是四个群集里面两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所以这代表就是 这代表就是基本上美国呢 跟这两个国家关系 尤其是在军事合作方面 是需要再更进一步的发展 那有关第二岛链的部分 目前美国海军的怎么说 整个装备跟他们整个舰军的话 其实是比较适合 尤其是水面舰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比较适合在第二岛链附近进行部署 那他们目前的计划是基本上 未来能够有75艘作战舰艇 能够在第二岛链附近呢 能够持续的作战 那这代表是什么 第一岛链部分你需要靠谁 你只能够靠你的友邦 那这些友邦包括澳洲 包括菲律宾 包括日本 因为美国所需要 美军本身所需要靠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关岛 那我刚刚已经把四个印太司令部 在那个什么 未来作战的想定上面 都有提到的部分 那有关台湾能够在这部分做什么呢 其实很重要的 那这也是每一次参观演习之后呢 美军都会一再提醒台湾人 两方一定要做好 就是要怎么 一旦开战之后 要怎么合作 要怎么进行 也就是要怎么进行 搞清楚就是说 至少不要造成有军务籍的情况 你在哪些部分 你在哪些地方进行的作战 我在哪些地方进行的作战 那这些比较基层的 比较作战跟战术层级的交流 其实以往都是比较少 所以如果这一次消息出来之后呢 比较不敏感 那大家能够进一步进行这些相关的会谈的话 那其实是对未来的情况会比较有帮助 好的 感谢廖主任的分析 刚刚廖主任提到这个 除了第一岛链之外 这次的数量和战略地位呢 都还达不到可以和美军较量的程度 所谓的这个抗中战略也是一个不存在的话题 民主国家的侵略性和排他性和中共这样的专制政体是不一样的 所以也不是要抗中 而是要防止两百斤 防止这个习近平苟急跳墙 或是说铤而走险吧 这是我们这个网友的意思 我想就这个第二岛链和第一岛链的问题来请教这个 林颖佑教授怎么回应他 除了这次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在第一岛链 因为有美日飞的峰会嘛 加上台湾 大家很直接的想到说是第一岛链的防御 但是刚才廖主任也提到了第二岛链 现在美军甚至有人认为说 中共的这个军力是不是已经穿越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去了 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还有我们刚才网友天地良好的说法 也请林教授回应一下好吗 林教授 我这边统合来做一个回应的话 首先就是今天的一个兵力投射跟火力投射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概念 首先我们要先去知道的就是说 今天所谓的兵力投射 可能他船舰能不能去穿越等等的 那就现在解放军来看 他一确有一些船舰是可以突破了第一岛链 到了第一岛链中间 但是在第二岛链中间的时候 这一段其实说实在在战时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去看到的是 现在美日飞等等这些国家 在一个路上的反舰飞弹 其实是可以去封锁住这一个海峡 去封锁住第一岛链 让解放军的船舰 没有办法那么一样一个 轻易的进入到这个七太平洋这一带 可是相对来讲的话 就美国来说 理论上可能就过去的观点 会认为OK 我第一岛链锁住就好 但是现在就一个第二岛链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今天解放军的东风飞弹 他绝对是有办法去打击到第二岛链 那我们先不说这一个打的准不准 但至少就射程来看 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东风快递啦 关岛快递啦 这些东风21啦等等 这一些的一个飞弹 一切是可以去造成第二岛链这一边的一个打击 所以其实就美国来看 早期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说 我可能第一岛链这一边有可能会守不住 其实主要的不是因为解放军海军的实力增强 是解放军的 早期我们讲二炮部队 现在的火箭军 至少他的火力的涵盖 是可以把第一岛链这一边的一些 驻美军的基地去进行一些打击 所以之前在早期美军才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要把兵力放到第二岛链这一带 等于说是放距离 解放军飞弹的距离 可以把它拉远一点点 所以这时候才会有关岛 新加坡甚至是澳洲 但现在我们可以去看到的是 现在对中国来讲 他的一个势力除了逐渐的去 平时我们常说海军外交里面讲的 他透过船舰的移动 去展示他在一二岛链之间的实力之外 他也开始去利用一些外交的关系 像我们之前有可以看到的 在所罗门群岛这个地方 他也一确是透过一些外交关系 在这些逐渐去过载他的势力 那这些的话 其实也是因应一个地缘战略的一个考量 所以其实我们在说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的时候 有时不是单纯去考虑到 海军上面的一个对抗 而是必须从一个整体军力 包含他的一个弹道飞弹 甚至是他的一个外交关系 地缘战略 用这样的一个全盘的一个角度 来去做整体战略的一个计划跟规划 特别是对美国来说 如果现在的第一岛链这一边 我们讲恳虚赫 或者是这个菲律宾这些基地 如果真的在全面战争的情况之下 这些基地是有可能的第一级 成为他的目标 成为解放军的目标 那这个时候美军的第二梯队 或者他的一个后扣 他的一些部队 就是要从关岛 甚至是从地中海这一边 甚至是澳洲 我们也可以去看到 近期澳洲的话之前的潜舰 开始去从这个法国的财电潜舰 转去购买美国的一个核磁动力潜舰 为的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在澳洲这个地方 能够有一个潜舰基地 核磁潜舰基地 让他的南海这边作战的时候 有了一个维修补给的一个地点 好的感谢林颖佑教授的分析 当然廖主任今天我们讨论 可以视为是美中之间的这个岛链站 当然从解放军这边角度来看 大家希望能够穿越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将他的火力兵力投射到更远的地方 但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美 以美国为说的联盟也在进行反制 现在根据这个日本共同设成 不只是下周美日飞三国要举行峰会 现在是可能升级的五国 就是美日英澳飞 这五国的安全保障合作计划 现在也在成型 我们知道之前在印太地区 已经有所谓的AUKUS是三国美英澳 还有四国的是美日英澳 Quad 现在又要变成是五国的美日英澳 非五国的安保合作计划 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合纵连横 您怎么看呢 有人认为说 这是不是显示了所谓的印太白北约 正在成型 而且这个世界 因应刚提到美中两国的岛链站 是不是在走向一种集团化的趋势 也更加激烈了呢 请叫廖焰粉主任 感谢主持人 首先我们必须看一下 这基本上都是从作战需求方面 所衍生出来的需求 我们先讨论一下 就是有关火力投射跟兵力投射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美军的兵力投射能力 是中国的好几倍 但是这并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在国际关系里面 我们会讲到所谓距离上的暴虐 Tyranny of distance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要把我的兵力投射到 中国投射到印太部分 我的成本是很高的 所谓的那个什么 所谓的tooth to tail ratio 牙齿跟我尾巴之间的 那个的比例是多少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举例说明 台湾美国部分的话 每一个在前线的兵力 每一个在前线打仗的人 后面是有七到八个人在支持他的 基本上你去算那个什么 相关的预算的话也是 所以我们看美军预算 是共军的好几倍 但是实际上在印太的部分 你能够投入的兵力有多少 中国的战略目的 其实一向都不是 我要穿越第一岛链 我要穿越第二岛链 而是我要吓阻 我要威胁 让你美军没有办法 反拒止 在印太 反拒止 在印太部分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有办法来干预 那刚刚林教授有讲到 很重要的部分 美国海军陆战队 所谓的stand in 的这种战略 基本上就是在各个岛屿上 布满反舰飞弹 让你中国没有办法 在区域内 在区域内进行各种的操作 那我刚刚讲到说 这个部分有关 为什么是作战部分产生 所衍生出来的需求 让目前美军需要 美国需要去跟周边的国家 进行军事上面的合作呢 因为目前 在印太部分的战略 其实所谓的distributed operation 抱歉这是作战层级的 也就是分散式的作战 那我需要有很多不同的基地 这些基地都不是我主要的 我常驻兵力会在的地方 那这些基地包含了 目前在EDCA协议下 跟菲律宾签的9个基地 那也包含了未来 有可能在跟其他Asian 跟其他哪些国家 所签的一些合约 那这些都是 我在战时的时候 能够迅速的 迅速的去部署部队 然后有一些 已经放在本地的一些 相关的后勤支援 但是钢磷博士也提到最主要 你最主要在区域内的 那个什么logistical art 所谓后勤方面的枢纽 还是关岛 那还是澳洲 因为这些部分 才是我原本有一些基础设施 我原本我能够从这些部分 去真正的去进行 我所谓后勤方面 大规模补给的部分 像关岛部分 至少就占了40%以上 所以这个部分才是真正 如果中国真的希望能够威胁到美军 在区域内的作战 潜能的话 这是他们无法避免的问题 好的 感谢廖言分主任 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林颖佑教授 有关一个比较新的发展 虽然这不是第一次提出 但是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 Kirk Campbell 他在这个时候 美日飞首脑峰会将登场 还有台湾的海军部长访美的时候 谈到了美国需要跟盟国联合打造一个武器库 Code Production of Weapons 这样的一个提议 您认为在这个时候提出有什么样的意义 台湾真的有可能跟美国一起联合生产武器吗 请教林颖佑教授 那这边的话是不是会去联合生产 我个人会认为 其实我们要去注意到的就是说 现在就美国来看 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个是俄乌的一个军事冲突 甚至是中东的一个战火 其实都会让美国的一个军火的一个生产 或许有一些来不及的状况 特别是其实对台湾来看的话 我们很多的武器 其实现在是一个延迟交货的状况 那这一次我们要去注意到的是 日本跟南韩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军工生产大国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些国家的合作之下 去得到去生产美国授权生产的武器 在战时的时候去做更有 更有力的 更快速 更有用的一个互相的分配 我觉得这是今天这Campbell他讲的一个重点 那再来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他是在AQUS 他是在这一个 对讲AUKUS AQUS这一块的一个合作上面 在这一次的一个讨论上面所提出的 那其实今天的美英澳这边的话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核子潜舰这一点 如果我们大家去回想一下的话 在2021年那时候的一个 康乃迪克号这艘潜舰 他一确在南海这边发生一些事故 那后来呢他上浮之后 他不是去日本的恒虚赫 因为恒虚赫不让他进去 因为他有可能有核子外泄的问题 所以他是一路到了关岛 然后再到Sandy Argo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如果今天美国在澳洲这个地方 有一个补给基地 有一个维修基地 可以去进行核子潜舰的维护的话 那今天这艘受损的核子潜舰 是不是就有可能在这边进行一些维护跟补给 所以其实今天他的这个讲话 有一点也是希望去做到地缘战略的通盘的考量 除了今天的补给基地之外 他也希望让这些国家都能够纳入到 美国整体的生产基地里面 那这些生产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电子讯号的方面 他会希望今天的韩国 日本 菲律宾 澳洲 甚至未来有可能台湾 跟都在美国的这个link系统之下 可以去进行一个联合作战 那这个联合作战 也是我们现在在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我们可以去看到 美国只要提供讯号就好了 那其他的话 就由乌克兰所使用的美国武器 来进行打击 那未来在印太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可能由美国统一 全部的电子讯号 然后交由当地第一岛链的国家 来进行活力的这个打击 这一点其实也是美国 在在历次的reampack里面 会去实验的一些新的作战战法 好的 感谢令营业教授的分析 我一想很宽念 两位这个网友的评论 就请这个廖主任 给我们做最后的总结 蓝花花她说 中华民国的海军司令 防美是一个重要的辱华事件 因为海军司令 也是一个作为一个 国家军队领导人的象征 那么这表示中共的统战工作 是一个重大的失败 还有一位叫Jack Liu的网友说 美国想把美日飞台捆绑对抗 冲在第一线 忍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请您很快跟我们进行 大约30秒到45秒的结论好吗 表演分主任时间关系 我这个部分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po production的部分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去年2023年的NDA 国防授权法案 授权法案里面 其实就有一条是 第一个Chairman Smart 刚刚还没进委员会的时候 就有提到 跟台湾co production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大家其实可以去注意一下 他所提的部分是什么意思 是炮弹吗 还是飞弹 因为这是非常不一样 台湾可能有办法 产制自己的炮弹 但是如果要产制精密武器的话 你需要的东西 都还是要运进来 这在战时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有关自己自作的部分的话 这个部分其实是很有趣 可以去分析一下 所谓的自制 所谓的军火库 到底是做到什么程度 那我回应一下网友 这部分讲的有关辱华的部分 我不太确定这是什么意思 那所以有关辱华的部分 因为基本上 台湾跟中国是 两个不同的政体 所以 不过有可能会引发 后续这个美中关系的一些动荡 就是因为 美台军事交流 永远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 非常感谢 今天两位军事专家 跟我们进行的分析 感谢林教授 感谢廖主任 提醒二位 这个来宾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